岁末年中一杯茶可以带来暖意 一步步好聚也可以心甜暖暖 十二月三日 对我而言你是珍贵的 一位眼中只有钱的颓背大叔 为了追债遇见了这个女孩 他看不见也听不到 大叔没有追到欠债 却赢得满满的妇女之情 透过指尖 对我而言你是珍贵的 十二月十日 赤脚梦想 看到这群光脚孩子 他看到了商机无限 卖球鞋一定会大赚 没想到光脚也能一进世界大赛 人穷梦想不能穷 十二月十七日 香草 他是一个特殊的孩子 外表二十岁 实际智商却只有七岁 妈妈爱他 他也一直幸福地活在童话世界里 不会长大的女孩 如何学会爱与别离 十二月二十四日 巴黎星空下 与母亲走散的八岁小男孩 在天寒地冻的冬日 遇见了在巴黎街道的流浪者 处境相似 相依相惜 两个走失的灵魂 一同步上充满爱与希望的寻情之旅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尽头的回忆 千里迢迢来到日本 却得面对未婚夫的背叛 他在陌生城市失去爱情 却也在新的城市 在爱的引导下 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 2023年冬天 跟随感动的节奏 让大爱影展成为您 寒冬中的暖暖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